而对于伊拉克北部地区近期频繁遭遇到的袭击 伊拉克安全部队少将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言人哈法吉表示 尽管极端组织近期利用伊拉克国内游行不断紧张局面发动袭击 但极端组织已经失去资金来源和领导架构 正在走向穷土末路 哈法吉说从表面来看 极端组织似乎从其头目巴格达迪命仪式中恢复了元气 正试图卷土重来 然而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新一轮轻角行动中发现 极端组织现在仅在夜间活动 白天始终处于躲藏状态 不敢与安全部队正面对抗 此前频繁出现的有组织伏击事件也已绝技 多数是毒狼式的自杀袭击 哈法吉说在伊拉克安全部队近期缴获的武器装备中 仅有若干轻武器 手雷和雷管等 其他大多数为自杀式爆炸腰带 一些制作原料竟然是农用药剂 这充分说明了极端组织面临的窘境 同时伊拉克情报部门深入极端组织内部 发现其架构正在崩塌 极端思想已经失去影响力 种种迹象表明 巴格达里之死对极端组织造成沉重打击 近期的恐怖袭击可能只是残余力量的垂死挣扎 伊拉克安全部队正在继续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卫 并与叙利亚民主军保持密切沟通 力图在近期发动新一轮联合清剿行动 对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何为收网